我妹妹她自己懷孕五個月 她已經跟對方已經分開了 家裡只剩下我母親 父親已經出家 我母親有點煩惱說 將來剩下的這次是小男生 沒有男中可以教育 你不知道廊上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開始指點一下 既然來了都有姻緣的 一定要好好的去照顧她 去教導她 佛哲經上告訴我們 兒女這個緣分有四種 報恩報怨討債還債 這四種年 沒有這四種年不會到你家裡來 如果你要是拒絕 那麼現在就是說墮胎 墮胎就是把她殺掉了 她要是報恩來的 結果變成怨仇了 如果是報怨來的時候 那個怨恨就加一倍了 這都很麻煩 所以 一定要好好的把它撫養成人 這個才是正確的 這是要多多的去照顧 好好的教導她 如果是報恩 那恩上再加恩 她將來一定是孝子賢孫 如果是報怨的話 那個怨可以化解 也不至於對家庭有嚴重的傷害 就這個道理 也要懂 嗯 如果是報恩 是報恩 他在書中 你的福音 再度多千萬幸福 就在書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